又是一年六月,今年的夏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五月就开始热,到了六月,更热得跟大暑天似的。 二喜帮薇薇扛着凉席,哼哧哼哧地往楼上爬,一边爬一边叫苦连天。 薇薇,你们这不是高级住宅区吗?怎么电梯也会坏呀? 高级什么呀?旧房价高。 薇薇也累得不行了,她提的东西比二喜还多呢,手里满满的两袋子零零碎碎,臂弯还夹着两张枕席,小林和思思落在他们后面,手里稍微比他们轻松点,一人捧着一套茶具,一人抱着个大花瓶。 这些都是薇薇刚刚在超市里买的东西,本来只是一起吃晚饭而已,但是听到薇薇说,今天拿到了婚礼礼服,小林他们便吵着要来看。 薇薇就毫不客气地跑了趟超市,买了很多东西,把它们当搬运工了。 小林有气无力地问,还有多久到啊?你不是来过的吗?可是我已经爬昏了。 薇薇抬手擦擦汗,马上就到了,再爬两层。 还有两层啊,思思哀嚎了。 举步违奸撞,又爬了两层,微微一打开门,小林他们就滚到了沙发上,二喜就着躺卧的姿势,眼睛在室内东描西看,忽然突发奇想地说。 微微,到时候我找了男人,你让你家大神帮我家设计一个吧。 我也要,我喜欢你家的这种风格。 小林复和说,她和二喜已经不是第一回到薇薇这来了,不过每次来都要惯性地赞美几句。 薇薇一边泡茶,一边回他们。 我也有设计啊,你们干嘛不找我? 你设计的都是腐朽的部分。 微微郁闷了,老是这样啊。 明明是她和大神一起设计出来的方案,看过的人却都把功劳归在大神身上。 唉,在大神令人眼盲的光芒下,她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 思思前两次都有事没来成,今天是第一次到微微这里来。 趁着他们说话的功夫,她已经在屋里四处转悠起来。 这套位于明微院的高层住宅是去年中秋,微微和萧奈订婚时,大神爹妈买下送给他们的。 说起来,微微从来都不觉得父母有义务给儿女买房子,但长辈好意的馈赠,却也不会矫情的不接受。 然而,如果长辈自己还住在学校分配的年代久远的筒子楼里,情况就不一样了。 微微收到房子的时候,很有一丝罪恶感,大神赚的钱她父母是分文不要的。 所以微微就觉得,大神自己明明有钱,干嘛还要父母买? 虽然说他们只是付了首付,但是首付也要好几十万了。 对于历史系和考古系,这样没什么有水的教授来说,几十万也许就是大部分积蓄了吧。 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要买新房啊,以前肖奈住的房子也不错。 肖奈了解她的想法后,很有几分无奈,解释说。 他们习惯住学校,因为我外公曾经住在那里,我爸是我外公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间房子里认识的。 肖奈说着又一丝好笑。 而且我父母也没那么求我。 后来,肖奈的母亲林教授知道了这个事,心里对微微的喜爱又上了一层,付出的心意被感知,是世间顶美妙的事情之一。 林教授心情十分之好,一边叮嘱着肖爸爸别老在准儿媳面前念叨考古经费短缺,让准儿媳以为自家经费短缺。 一边翻翻自己的东西,又打算弄点东西送出去了。 这不,婚礼前夕,微微又收到一副,据说是家传的杨之白玉的手镯。 至此,微微才知道,大神所言不虚。 像他们这种书香传世的名门,外人看来清贫,但是搞不好,他们墙上随便挂的一副字画,便是有价无事的名家手笔。 不过,这副手镯却让微微很紧张,黄金有价玉无价,何况是杨之白玉。 虽然大神娘说只是一般的品质,但微微还是陷入了怕把这手镯弄坏了的惊恐中。 打定主意,婚礼上带一回就不带了。 休息够了,萧玲催促微微。 快点把婚纱拿出来了。 去卧室看吧,我搬不动。 微微和萧奈的婚礼是中式的,婚服自然也是纯纯翠翠的古典嫁衣,珠光璀璨的银流金凤冠,华美异常的绿金夜地大绣衫,精巧秀美的绣花鞋,一整套都是仿梦游二的嫁衣制成,满满的装了六七个大盒子。 思思小心翼翼的把凤冠捧出来。 哇,这个凤冠漂亮呀,我还以为是帽子那种呢,我就不喜欢那种。 帽子那种也漂亮啊,就是太重了。 微微说,二喜拨弄着上面的珠子。 哎,这得多少钱啊? 微微说了,一个数字,二喜爆发了。 天哪,你居然把一个卫生间戴在头上。 嗯,就不能说得好听点吗? 微微郁闷了一下下,然后心绪地辩解。 哼哼,但谁说这个不会贬值,所以不算花钱。 小灵也帮强。 人家都弄几十个卫生间戴手上的,微微戴一个,也没啥。 二喜蹲在床边,看着思思手里的凤冠。 就算不会贬值,它也不会生蛋了,值吗? 哎呀,微微能生蛋就好了。 微微脑子里不知怎么的就冒出一幅画面,一个圆溜溜光滑滑的白蛋壳,忽然咳破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顶着蛋壳摇摇摇摆摆地爬出来,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它,张开粉嫩的小嘴。 微微在它喊出来前,赶紧杀住了想象力之车,默念,我是胎生的,我是胎生的一百遍。 我喜欢这个衣服,小灵摸着婚服上的刺绣,口水都快滴的了。 为啥我们要学西方搞白色婚纱啊?明明我们传统的凤冠侠配更漂亮啊。 是啊。 二喜说。 我小时候最羡慕武侠片里的装扮了,经常裹着被单,伪装成古装。 微微,换给我们看个效果吧。 我不会穿。 比诗的目光瞪时设想它,微微不服气。 难道你们会? 三个女生看看那衣服和腰带上的N条袋子,面面相去。 思思立刻转了话题,感慨地说。 哎呀,没想到你们居然要结婚了。 二喜复合。 就是,要不要这么赶啊,毕业就结婚,又不是怀上了。 微微被鱼公他们调侃的多了,二喜这点程度完全不放在眼里。 怕晚了,你们走光了,收不到红包啊。 小林觉得蛮不可思议的。 微微,你就这么答应嫁了,干嘛不拖她两年? 思思打趣说。 你怎么肯定是肖大神级,说不定我们微微比较急呢。 小林一听。 对啊,我怎么没逆向思维一下。 微微,不会是你求婚的吧? 微微黑线。 当然不是。 二喜兴致勃勃地追问。 哎,那大神怎么求婚的? 鲜花有不? 戒指呢? 有没有下跪呀? 二喜,现在电视剧都没那么土了。 哎呦,快说了。 二喜推她。 嗯,这两年,我不都在她公司实习吗? 可是,我从来没拿过工资哎。 有天忽然想起这个,就问她要了,然后她说。 微微一脸迥样,二喜和思思期待地看着她。 她说,要钱没有?要人一个。 二喜喷了? 你家大神,真是几年如一日的阴险。 小林他们把衣服、鞋子、饰品一样一样滋滋细细地看完摸完,已经快九点,再不回去就太晚了。 微微送他们去公车站,还没走到小区门口, 就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地在他们身边停下来。 车门打开,清俊挺拔的人影从车上慢响。 师兄,小林他们齐声喊,萧奈朝他们汗首。 你们来了。 路灯光下,两年后的萧奈遇见清傲风华,而这两年她这个已经毕业的师兄,在师弟师妹们的口中也愈加地传奇。 小林他们虽然在微微面前很口无遮拦,看到她都会不由自主地乖起来。 思思说,我们要走了,不打扰师兄您了。 二喜忍了一下,没忍住,贼兮兮地笑着说, 嘿嘿,师兄,今天你让微微也跟我们回去住吧。 微微窘了,瞪了她一眼,她要是要回去住,难道还要人批准吗? 萧奈看了微微一眼,略带笑意地说, 今天恐怕不行。 完全可以忽略的问题,她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回答一下,又让微微郁闷地瞪人。 萧奈假装没看到她抗议的视线,风度而周到地对二喜他们说, 天太晚了,我送你们回去。 萧奈送舍友回学校,微微便回家收拾床上的嫁衣。 收拾着收拾着,忽然想到了什么,停下了动作。 想起来,其实有一次也应该算是求婚吧。 那晚,在这张床上,他们又一次草草结束, 她抱着她平静了一会儿,忽然在她耳边问, 你什么时候让我逼? 啊?她不解地反问。 你变什么? 她答。 我不是已经在自动控制系,休了两年了吗? 跟萧奈在一起这么久,微微的理解能力已经达到非人水平, 于是迅速地分析求解。 自动控制系, 自控系, 自控。 想到这里, 微微的脸都快和手上的衣服一个颜色了, 他们今年开学就住在一起了, 恐怕没人会相信, 他们至今都没有逾越最后一步吧。 假衣小心翼翼地收回了盒子中, 外山的一脚刚刚被二系垂到了地上, 医院上有点脏。 微微便拿到卫生间用水把那一块清理一下, 洗完觉得身上有点黏黏的, 顺便又在卫生间洗了个澡。 洗好才发现自己一直胡思乱想, 竟然没拿换洗衣服。 虽然家里没有人, 窗帘也拉得好好的, 可是微微毕竟没勇气, 不穿衣服冲到卧室去。 没办法, 只好把宽大的外衫披在了身上, 虽然很薄很透, 但总比没穿好。 拉开卫生间的门, 微微快步地走向卧室, 然而距离卧室还有几步远的时候, 却听到咔嚓一响, 门被打开的声音。 微微回身僵住, 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开门的人显然也没料到 一进门竟然是这样的静置, 手指停在了门把上。 微微不禁把衣襟拢紧了点, 心里庆幸刚刚没有什么都不穿就跑出来。 她哪里知道, 她这样披散着潮湿的长发, 薄薄的外衫半湿地裹在身上, 欲望微露, 广袖飘飘, 长腿仙腰若隐若现, 比什么都不穿, 不知道诱惑多少倍。 婚服已经送来了。 萧奈慢慢地关上门。 嗯, 笑送来的。 微微答了一句, 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穿着这个站在这里。 我刚刚洗澡, 忘记拿衣服, 正好这个衣服脏了, 扔在卫生间。 脏了? 哪里? 嗯, 下摆那里, 已经, 微微下意识地低头去看下摆, 话还没说完, 便被人横腰抱起。 她竟已来到她的身边, 抱着她往卧室里去。 换扇给我看看。 我不会。 我来教你。 抓着衣襟的手指被掰开, 衣衫子肩膀上滑落, 她坐在她腿上, 只隔着身下薄薄的一层衣料。 微微已经不敢看她, 侧头埋在她的颈间。 她真的是教她, 不急不躁地将衣服一件一件地替她穿上, 还慢条丝里地讲解穿法。 小衣, 上衫, 下裙, 腰带, 外衫。 拙热的手指不时倾触到她, 微微任她摆布, 听话地抬手动作, 获战获利。 最后又被她抱索欣赏, 让她握住她的脚踝, 为她穿上绣花鞋。 已经穿戴完整, 一身嫁衣坐在她身上, 长洁微垂, 蕴染如霞。 她看着她, 突然用力地孤住她的腰抱起, 将她放在了床上。 嫁衣似乎乌发如铺, 肌肤如玉, 微微不安地看着她, 她的手掌在她头的两侧, 压住了她的发丝, 眼眸深幽却不动作。 微微渐渐受不了那样的视线, 不由自主地偏了头, 下一秒便被她猛烈地 绝住了唇舌。 她压下来, 深深地吻着, 比以往任何一次 都要狂放肆意, 好像终于忍无可忍地 抛开了所有的顾忌。 微微被她吻得喘不过气来, 只能完全随着她的节奏 吞咽呼吸。 她感觉到身上的嫁衣被扯开, 感觉到她在她颈尖拾摇, 感觉到自己被她揉弄得生疼, 感觉到她的吻越来越下。 空气里越来越热, 她神志混乱, 轻吟出声, 呼觉腰下一凉, 裙子被撩起。